维他金冰皮月饼 材料非常的简单 首先炒熟好糯米粉 我用烤箱烤了七分钟 但我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正确 烤两三分钟后 我稍微就翻转一下这个糯米粉 后我还是有放在整个锅里面 小火慢炒至浅黄色 若可放在微波炉加热三分钟 因为我没有用微波炉 所以我不知道它的状况会是如何的 炒至糯米粉变成浅黄色 可用没炒熟的来做一下对比 炒熟好的糯米粉过筛 糖粉过筛 所以过筛后 这个叶状会更加的顺滑 少许的盐也一起过筛加入 将其搅拌均匀 放入牛油 搅拌至均匀 后分成三等份 以份月方上五茶匙的维他金 观看这个粉的状况来决定是否要增加维他金 揉成光滑又柔软的状态 这样在按压操作冰皮的时候就非常的容易 三分的这个软滑度都是一致的 在冰箱冷藏20分钟 将它搓盐放在保鲜膜里面搓平 将皮包上馅料 翻转过来轻轻的撕开保鲜袋 将饼皮收口 这样的操作会比较容易 也不会沾手 饼皮的薄厚度也非常的均匀 轻轻的放入模具内 轻轻的拍打五下 这样月饼上的花纹会非常的立体和漂亮 搓出来好漂亮哦 一心的再看一次的示范 如果第一次做 可能第一例会操作的没有这么漂亮 但会越来越顺手 我是将这个月饼稍微滚长形 因为这样会比较容易放在模具内 模具也要确保这个干净 跟没有这个液体 或者是月饼皮沾黏在上面 月饼再放入模具前 要撒上炒熟的糯米粉 这样会避免沾黏 哈喽大家好 冬曲节快到了 相信大家已经品尝了各式各样的月饼 我们吃月饼我们就要品尝嘛 但是今天很不一样的 我吃月饼品维他精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月饼是用维他精做成的 蛮特别一下了 但是口感如何 我觉得是每个人的口感 我比较喜欢传统冰皮叶饼的口感 当然他在炒这个糯米粉要炒到熟 我们也不是行家嘛 怎样知道那个糯米粉熟不熟真的很不放心 然后我还放弃烘烤烤烤7分钟 整个盐都出来了 他应该是很熟了吧 然后我还拿这个还没有烤过的跟烤过来对比 因为他要有一点浅黄色就是熟嘛 我又在翻炒过啊 我很不放心 因为我怕不熟操作上来我就浪费了这些的馅料 我吃了还是可以接受啦 不过我觉得我这一次做呢 我压这个模就压得很漂亮 我变成我不舍得切啊 你看好漂亮 这个叶饼的纹路很明显哦 人家在放这个压锅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说三汤匙就三汤匙 有时候我们的眼睛跟我们的直观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眼睛是一个很好的判断 你的那个放了三汤匙 如果你的粉还干干不可能这样就做嘛 对嘛 至少我们要揉到有点柔软跟这个光滑 这样我们才可以操作这个叶饼 人家在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压你要压五下这样 这样它的上面的这个纹就会很漂亮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小技巧 等于你的叶饼才会做出来美 等于放上去下去的时候要很小心 因为它的皮很薄嘛 很容易挂到这个模具过后就露馅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一些细节 大家的叶饼应该是蛮漂亮的 好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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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